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 香港经济在风波后 还有春天吗?核心产业全面衰退 香港全面的政治动荡和抗议活动已经侵入了该市的核心产业 旅游业 航空业和零售业以及就业市场都受到了连锁反应 经济学家对周四公布的指标很担忧 自6月以来 股市暴跌超过25% 游客人数下降30% 酒店价格已经下跌超过50% 失业率上升崛起 与此同时 该市的商店和餐馆正在苦苦维持 零售商正在准备关店和裁员 一家大型航空公司已经受到了惊吓 遭游客躲避 我们已经看到了抗议活动对经济的连移效应 这加剧了本已疲弱的零售业 加上近期房地产和股市疲软 以及失业率上升 前景不容乐观 华侨银行永恒银行经济学家李若凡表示 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程度取决于抗议活动核实结束 香港的旗舰航空公司国泰公司警告称 从8月开始对收入产生重大影响 澳洲航空集团首席执行官艾伦·乔伊斯表示 香港市场受到了打击 我们看到近期的交易量下降了10% 而且那些人不会前往香港 香港国际机场本月连续6天被抗议者占领 迫使两天内取消了近1000架航班 反政府示威者威胁要继续开展活动 直到特首林郑月娥同意他们的要求 包括正式撤回现已放弃的引渡法案 并对警察使用武力进行独立调查 旅游部门负责人表示 金钟 湾仔 铜锣湾和尖沙嘴的酒店的价格 所有受近期抗议活动伤痕累累的地区 已于8月份与一年前相比至少减少了50% 他说一些酒店的房价大幅降低了70% 这意味着一家五星级酒店房间 每晚可能低于128美元 他表示香港酒店的入住率下降至约50% 他估计本月整体酒店收入将进一步下滑 在香港经营四家豪华酒店的 香格里拉亚洲酒店表示 其旗舰店之一受到政治动荡的负面影响 其香港投资组合的入住率 在2019年上半年降至82% 尖沙嘴旅游区的高档酒店 已调整员工人数 以应对经济衰退 据业内人士透露 香港洲际酒店强迫工作人员休无薪假期 在该市经营221家商店的本地品牌IT预测 它将在3月至8月期间净亏损 美容和化妆品连锁店卓越控股 也警告今年上半年可能出现亏损 经营重光百货商店的LifeStyle 在铜锣湾分行上半年收入下跌了4.8%之后 对经济前景更加安淡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警告说 如果整个零售业的情况持续恶化 将会关店和裁员 在铜锣湾一些著名的餐馆 在经营了几十年后关闭 失业率也小幅上升 最新的政府统计数据显示 该市5至7月的失业率为2.9% 高于4至6月的2.8% 这是一年多来的首次增长 经济学家李说 他估计今年该市的零售额将下降10% 而2018年的涨幅为8.7% 接下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 香港中学生集会响应罢课行动 近千名香港中学生8月22日下午在 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中学生集会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 部分学生由教师带领 也有家长陪子女出席 多数人穿反修例的黑色衣服 许多人表示将参与9月2日罢课的呼吁 据美国之音引述港媒报导 有老师表示年轻人在反修例运动中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抗争 为香港付出很多 有需要出来支持学生 距离香港中学9月2日开学剩下一个多星期 香港十所大专院校决定将9月2日联合发起两星期的罢课不罢学行动 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号召响应 从9月2日开始 每周一罢课运动 对此香港教育局表示 中学生以罢课争取政治诉求 赔上成长时期宝贵的学习时间 还可能受到处分 是非社会所乐见 有老师认为学生也应该有罢课的自由 应该予以尊重 作为老师要尽力保护 争取校方 不要惩处学生 港人提出的五大诉求 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 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滥权 不起诉示威者 撤回对612抗争的暴动定性 以及实行双针普选 继续香港方面的报道 港大先后四名副校长辞职 传筹组听话团队 自从去年7月 张祥上任香港大学校长之后 港大七个副校长中先后有四个辞职求去 最新要求离开的是康诺恩和贺子森 他们两人将分别于今年国庆当日以及明年2月1日离任 港大强调两人离任出于个人考虑 与当前社会状况完全无关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明报引述港大教师及职员会主席张兴伟称 港大高层面临大换血 忧虑校长用人为亲 筹组听命中央的管理团队 出生江苏南京 并于1989年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的张祥 于去年7月接替因为占中立场 备受香港亲共建制阵营批评的马菲森 担任香港大学校长 自从今年6月爆发反送中风波以来 张祥的立场一直被学生批评模棱两可 在7月3日会见学生时发表的三项声明 更引起广大师生不满 张祥21日下午向教职员发出电邮 称行政及财务副校长康诺恩和副校长贺子森 因私人原因请辞 张祥感谢两人过去对大学的贡献 帮助港大向成为亚洲区内全球性大学目标迈进 港大发言人回应查询称 两名副校长的离任均出于个人考虑 与当前社会状况完全无关 据了解校方至今仍未启动全球招聘首席副校长人选的程序 七个职位当中除了已请辞的两人 一人从缺 两人属赞任副校长 港大教师及职员会主席张新伟称 张祥有大陆背景 有机会之后聘内地学者做副校长 又认为张祥听命于内地 整个部署是将港大换班 北京想要的不是国际排名高的大学 而是听话的大学 不会有学生教职员去示威 下面继续是跟香港有关的报道 麦康奈尔撰文对香港动手 恢复代价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星期三在华尔街日报上 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 题目是我们与香港站在一起 麦康奈尔在文章中警告中国 如果在香港镇压抗议活动 将会付出真实而痛苦的代价 麦康奈尔写道 世界其他地区迟早都将不得不像 抗议者那样对抗北京 据美国之音报道 麦康奈尔说 发生在香港的动荡 是北京系统性的加强压迫国内人民 并在国际上寻求霸权的结果 多年前 人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 可能会使其接受通行的国际规则 成功将使北京在维护和平与繁荣的体系中 占有重要地位 现在很明显 共产党想要制定自己的规则 并将其强加给其他人 麦康奈尔在文中引用了北京 对西藏和新疆自由的压制 麦康奈尔在文章中说 每一个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 以及重视个人自由和隐私的民主国家 都不能直身于当前的形势之外 麦康奈尔的文章发表的时间正值 人们呼吁国会两党在9月国会复会后 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这项法律将惩罚那些镇压香港自由的香港官员 继续跟香港有关的消息 人民日报称港铁专列护送黑衣人应掂量轻重 人民日报微博发表评论称 昨晚黑衣人在西铁元朗站疯狂破坏 港铁公司不仅拖延报警 事后还派专列护送让暴徒免费乘车 这一幕让人看不懂 任何公营机构一旦纵容暴力 就是拿公共安全不当回事 据香港电台报道 人民日报的评论还说 在如今的香港像港铁公司这样的企业绝非个别 面对兴风作浪的暴徒 他们有的态度暧昧 有的甚至暗中支持 是守护香港还是向暴力缴械 相关企业是该滇量轻重了 接下来请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黑客下手全球癌症中心窃取研究数据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公司的研究人员指出 多个来自中国的组织 频繁攻击世界范围内的大型医院和疾病研究机构 特别是癌症中心 据美国之音报道 报告指出 在2019年4月 中国黑客袭击了美国一家专注于癌症研究的机构 该机构在过去也曾受到中国黑客的攻击 研究人员没有透露这家癌症研究中心的名字 报告说 在2018年 中共黑客组织使用钓鱼邮件来攻击该机构的研究人员 在2013年 同样的黑客就开始针对美国生物科技和制药公司 以及癌症研究机构展开攻击 中国高级持续性威胁黑客组织 正在对医生和癌症研究机构下手来获取宝贵的研究数据 癌症研究领域受到特别关注 这反映了中国对于癌症及其死亡率的关注度不断上升 以及这可能带来的国家健保成本 火眼公司的研究人员显到 开源报告显示 近几十年来 癌症死亡率显著上升 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大健康杀手 随着中国持续推进2020年全民健保计划 控制成本和国内产业 将影响中国共产党维持政治稳定的战略 这份报告说 另一个进行APT攻击的动机是利润 中国拥有全世界增长最快的药品需求市场 该国国内公司 尤其是那些提供癌症治疗和服务的公司 将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针对医药研究公司的袭击 让中国企业相较西方竞争对手 能够更快的引进新药 该报告作者之一卢克·麦克纳玛拉说 中国黑客试图获取的信息包括临床实验数据 研究信息以及医疗器械的知识产权 他表示他们注意到中国黑客针对医疗器械制造商展开袭击 以获取他们的产品信息 火眼公司的报告指出 生物科技公司也是这些网络攻击的重点攻击目标之一 此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曾发布报告 表示中国还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重要的医学研究数据 中国的生物公司可以通过投资 跟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 招募美国培养的研究人员等渠道 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以及美国人的医疗和基因数据 去年一个中国投资者参与了41项 总值高达26亿美元的美国生物投资交易 报告说从理论上讲 获取具有安全敏感性的美国人的私人信息会造成敲诈风险 总部设在休斯顿的MD Anderson癌症中心 在4月份开除了三名科学家 原因是他们与中国的联系 此前有报告称 中国不断试图窃取美国的研究数据 今年5月 司法部起诉了2015年 袭击美国第二大保险公司 安塞姆健康保险的黑客 据信他们从中国发动了袭击 卡塔尔突然退出支持中国新疆政策联名信 包括卡塔尔在内的37国代表 曾于7月12日联合制信联合国 支持中国的新疆政策 并称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卡塔尔随后退出了这封联名信 据美国之音引述彭博社报道 卡塔尔通知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 科利赛克决定退出 卡塔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阿里阿尔曼苏黎在给赛克的信中写道 考虑到我们对妥协和调解的关注 我们认为签署联名信将损害 我们的外交政策关键优先事项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保持中立 并提供调解和协调 卡塔尔·艾米尔·塔米姆 今年1月曾访问北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称他为老朋友 卡塔尔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据报道 中国在2018年是卡塔尔第三大贸易伙伴 贸易总额约为130亿美元 中国当局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 将多达100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穆斯林 积压其中给他们强迫洗脑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2个成员国 曾于7月8日发表声明 批评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权利 并敦促中方停止对他们的任意拘押 接下来看下面的消息 中国主要国有银行支持人民币 据路透社报道说 两位知情的交易人士表示 星期四在人民币跌至11年来的新低之后 中国主要国有银行在远期市场支持人民币 这两位交易员表示 银行在远期市场获得美元流动性后 才在境内现货市场出售美元 其中一位交易员说 有人看到国有银行在现货市场 以7.07元人民币对亿美元的汇率出售美元 以防止本地银行遭受更大损失 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0401 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0732元 对亿美元低于前一晚收盘价7.0633元 此前该指数跌至7.0752点 为2008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 我们看下面的报道 广深港县乘中国首条5G全线覆盖高铁线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董事长魏明 21日在大湾区5G产业联盟成立典礼期间表示 广深港高铁将成为中国首条5G全线覆盖的高铁路线 大湾区5G产业联盟成立典礼21日在香港举行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董事长魏明 在典礼上致辞时表示 中国移动与华为合作 实现广深港高铁5G全线覆盖 广深港高铁将成为中国第一条5G全线覆盖的高铁路线 魏明认为 5G重点应用是产业 而大湾区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 5G应用前景广阔 中国移动正在加快5G网络建设和5G应用创新 除了和华为携手还积极与南方电网 广汽集团广东省人民医院等合作 构建富有活力的产业生态 助力打造9加2大湾区智慧城市群 继续中国国内的报道 中国猪肉供应危机国务院强下指标 为应对日趋严重的猪肉短缺问题 国务院常务会出台规定各省市分配养猪任务 其中养猪大省四川直接给各地市分配年度最低出栏数 这是中国非洲猪瘟爆发后 官方首次承认出现猪肉供应危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国务院周三21日常务会议提出 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 各地生猪供应形势严峻 生猪和能繁育母猪的产能下降 幅度比去年同期高达32.2%和31.9% 会议指要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发放 据悉染病猪汁的扑杀补助难以兑现 是加剧病猪流入市场 即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 去年8月初中国发现首宗非洲猪瘟疫情后 短短一年间疫情传遍全国 并重创整个产业 但农业部负责人上月初公开发布消息 指中国非洲猪瘟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全国各地疫情似乎都在瞒报 下面我们关注一条跟华为有关的报道 华为称暂不推鸿蒙手机 除非美国进一步限令 据科技新报引述科技媒体Cnet报道 尽管华为大力宣传其鸿蒙作业系统的强大功能 但是该公司仍表示希望能保持使用安卓作业系统与生态系 因此当前并没有推出鸿蒙作业系统手机的计划 除非美国进一步实施禁令 阻止华为使用安卓的关键服务 其中包括地图和Play Store及Google等服务 这时则鸿蒙将会是万无一失的备选方案 报道指出 华为高级副总裁Winson Young于美国时间21日 在纽约的异常媒体活动上表示 华为希望保持一个标准一个生态系统 随后他又补充指出 鸿蒙系统将作为华为的Option B Winson Young进一步指出 目前华为规划后续推出 搭载鸿蒙作业系统的智慧手表 他还暗示 新的华为Mate 30系统将继续使用 安卓作业系统 不过尽管Winson Young称华为并不太可能 推出鸿蒙作业系统手机 但若美国的禁令进一步禁止 华为使用Google的关键服务 那么事情可能会有所改变 之前根据华为介绍 鸿蒙作业系统的代码量相较 安卓作业系统锐减 而目前华为除了规划电视采用鸿蒙作业系统之外 华为接下来还准备将其用于智慧手表 车用主机等产品上 接下来请看最后一条消息 江峰微博晒照片影关注 曾涉薄熙来案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早年因贪腐 而被中国当局处置 央视前女主播江峰曾因涉案而被受外界关注 江峰后来变得低调 直至8月20日 她在微博上贴出与好友重聚 再次引起外界关注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2013年庭审薄熙来时 薄妻谷开来证词 大爆带谷开来管理法国别墅的人正是江峰 而江峰是大连石德集团董事长徐明的女朋友 江峰前日在微博发帖写道 时隔26年新老朋友再具失诚 贴文在附上多张照片 江峰与友人的合照及昔日旧照 报道说 2013年8月 中国警察网曾刊发作者新闻 提为薄熙来法国别墅曝光央视美女主播 申设其中的文章 详细披露江峰与薄熙来案的关系 官方公布谷开来的口供 指2011年初 徐明到谷开来重庆住所 他要求徐明找人接手别墅股权 徐明就找了他的女朋友江峰 让江峰去找德维尔办理接手股权的手续 后来我签署了律师文件 取消尼尔持有罗素地产公司 50%股份的文件 并将这部分股权转让给了德维尔 后来德维尔也与江峰办了手续 据华尔街日报称 该别墅在江峰负责管理之前的 两名管理人分别为已故的 英国商人海伍德 与法国建筑师多维尔 两人都与博家关系密切 江峰1970年出生 是央视欧洲中心战绩者 也是央视学历最高的女主播 最年轻的制片人 2002年江峰突然选择离开央视 远赴英国建桥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三年后江峰付出工作并创办公司 丈夫为公司秘书长 该公司专门负责为中国富二代 办理在英国和美国的留学业务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莫子 谢谢您的收看 今天大新闻 今天事件惊人之雨 多人互动 放马交锋 请锁定明镜伙拍YouTube频道 有位时间每晚九点 北京时间每早九点 每天都有新节目 每周都有新嘉宾 今天大新闻 一周七天 每天不放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